深楦的高度,我們有另外單獨一個調整它的一個螺絲 根據不同的鞋,它的楦頭高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轉盤的上盤有可能是調整過的 所以我們開磨機要根據撞盤的上盤的高度來調整 深楦氣缸升到最前面時 塑料滾輪要高於撞盤的一個深楦手柄1到2公分左右 我在苦苦等待雪山指點溫暖的春天 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後回來的孤雁 愛再難以許情願 回不到我們的從前 這裡是調整夾料氣缸的一個前進的位置 前進到位,要正好在模具裡面 氣缸的夾料頭啊,要正好在模具裡面 在模具裡面 在模具裡面 上盤的夾料 說我因為他還在模具裡面 这里是调光电开关的位置 光电开关上下要低于 升旋手柄两三公分左右 要在升旋手柄的右边 大概五公分左右 这样是位置最好的 开磨机位置摆好之后 接下来要固定开磨机 底角旁全部要用膨胀螺丝来固定 全部调整好之后我们来接机器的电源 机器的电源 机线柱边上有一个贴纸 贴纸贴着L1L2L3 这是三项火线 里面是一个NN是零线 还有一个D线不要忘记了这个也要接 这里是机头和转盘的一个航空插头线 这个我们拉出去线都全部焊好了 只要插上就可以 看毛巾那边也有航空插头的 插上就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打开总电源 打开机停开关启动电源 这个时候触摸瓶会亮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温 总共我们分为四段 我们调温度的时候一定要遵循 最后面一段温度是最低的 最前面一段温度是最高的 这样的话对料的硕化效果会更好 因为前面我们需要发泡 发泡所以温度是最高的 你走了 留给我一身牵挂 那份钱开满鲜花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 你看那漫山遍野 你还觉得 这个地方是调工位数 就是说你转盘是多少工位 那这里就点一下多少工位 如果是20工位的话 就不用调了 默认就是20工位的 紧接着我们工位校正 机头对准转盘几号工位 我们这里就输几号工位 转为延时这个基本上在0.5秒就可以了 那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 这是开模机的进气管 进气管是12个大的 插上去就好了 有一个气压的开关 那个开关打开 然后开电源 正常情况电源打开了 也就不用管它了呢 它气压打开 它就能够正常工作 这里是做一个开模演示 从此不必再牵挂